安全本应该是一辆车的基本素质 而不是车企用来营销 选配甚至加价的噱头 在传统的汽车市场中 类似低配少个安全气囊 选了高配才能给你加上的案例 也许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在特斯拉眼里 平安就意味着平等的安全 视频开头的这起事故 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 面对这样的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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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